并不是所有零食都对人体有害 以下十种零食堪称天然保健品 不仅美容养生 还能修身排毒 有的还有抗癌功效 十种零食堪称天然保健品 美容养生 排毒修身 后三种每天吃一把 癌症远离米 一乌梅乌梅属于中医里的酸味药 可以生精 夏天节暑常用 因为夏天出汗多 消耗也多 酸味的药物有收敛的作用 所以乌梅可以减少出汗 对人体的过分消耗 二葡萄钳治疗骨质疏松 葡萄钳富含膨 有助于降低绝经妇女 骨质流失的危险 葡萄钳可与富含钙的酸奶一起吃 效果更好 三牛肉钳用黄牛肉腌制而成的肉钳 牛肉前含有人体所需的多种矿物质和氨基酸 既保持了牛肉脉咀嚼的风味 又就存不变质 四全麦面包全麦型别的小面包 特点是颜色威吓 肉眼能看到很多脉肤的小力 质地比较粗糙 但有香气 由于它的营养价值比白面包高 含有丰富粗纤维 维生素E以及鲜 甲等矿物质 在国外很流行 B足维生素丰富 微生物特别喜欢它 所以比普通面包更容易生煤变质 五花生米 花生含有丰富的补铁元素 能促进骨髓的造险能力 快速补血 很多名贵补血保健品就含有花生红衣 此外 儿童多吃花生还可以促进骨骼生长 利于身体发育 六海苔减肥排毒 海苔含丰富的纤维素 能促进肠道蠕动 清理附助在肠道壁上的毒素垃圾 并及时排出体外 此外 海苔还有一个显为人知的作用 生发氧发 让发根更强健 头发有光泽 七 红酒 红酒降低肾结石的发生 据统计 常喝红酒的人肾结石发生率仅为普通人的40% 此外红酒还有一种化学物质 能调节女性雌性激素的分泌 降低激素异常引发的乳腺病的出现 八 开心果 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零食 吃起来味道不错 其中含有的生育分还具有抗氧化的作用 不但防癌 还能延缓衰老 每天一小把 癌症远离米 并且 开心果中具有的白梨卢醇 可以有效防止心血管的疾病 酒 干燥 干燥 非常有营养 吃起来很是香甜 尤其是干燥中富含的纤维 可以有效防止预防截止肢肠癌的存在 如果长期食用的话 晦气色红润有光泽 整个人也会显得年轻一些 可以说是非常好的抗氧化食品了 10. 蔓越梅干这种食品 吃起来酸甜可口 可以说是老少皆宜 尤其可以防止乳腺癌的发生 算是比较好的一种零食 但吃蔓越梅干 也不能吃多 每次出一个一小把就好 常吃的五种零食 竟有副作用 大人小孩都别再吃了 1. 方便面 一包方便面 最多可有25种食品 新增剂 常见的有骨氨酸钠 胶糖色 柠檬酸 特丁基对本二分等 儿童长期食用含柠檬酸的产品 可能导致低钙血症 2. 火腿肠所含新增剂 包括亚硝酸钠 山梨酸甲等 其中亚硝酸钠 可能在体内生成致癌物亚硝 3. 蜜藉类干草性 各种酶类蜜藉 为大多数儿童所喜爱 但是这类食品中 不可避免的含有 柠檬酸 山梨酸钾和 本甲酸钠等新增剂 其中本甲酸钾 不仅会破坏维生素B1 并会影响 孩子对钙的吸收 4. 果冻 这恐怕是没有几个小孩 没吃过的零食 山梨酸钾 柠檬酸及卡拉椒等新增剂 在每类果冻中都有出现 经常性的摄入山梨酸钾 易形成过敏体质 并影响孩子的钙吸收 5. 饼干饼干中的新增 既有胶亚硫酸钠 柠檬酸 山梨糖醇等成分 大量的胶亚硫酸钾 会损伤人的细胞 具有较强的生物毒性 NOSP